小孩子都是诗话 超时 那是他们没被饿过 都不是我的菜 后会有期 看我的 乖 就一口 再吃一口 吃个饭 咋这么费劲呢 Stop 正所谓 萝卜青菜各有所耐 每个人都有讨厌的食物 小孩挑食也不奇怪 不过太挑食的话 就要注意了 小心长不高哦 那咋着 Round 1 大人对菜的评价 会影响孩子的食欲哦 所以在孩子面前 尽量避免说 难吃二字 如果你打算让孩子吃的话 宝贝 洋葱炒蛋没吃过吧 老好吃了 来一口吧 没错 我才不吃洋葱 Round 2 刀刀刀 剁碎神功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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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不爱吃的西兰花 和孩子最爱的虾仁 剁碎混在一起 就搞定了 虾仁绿森拌饭来咯 我也要 我也要 Round 3 游戏时间 不宜经常使用 且用且珍惜 大家不要偷吃我的菜哦 这可是给纯小都准备的 菜呢 不知道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真的呀 大虾好厉害 嗯哼哼哼 跟我都 妈妈给你吃一口洋葱炒蛋吧 娇糖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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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育儿 育儿有意思 育儿有意思 耶 微信关注 娇糖猫育儿 回复上头条 传宝宝视频 就有机会出镜哦